味道是一样的 咬齿木 牙齿的木就是一种 好像种子一种什么 羊枝柳枝这方面的这种枝 吃吃吃那个枝流出来把牙齿洗干净 可以这样互相咬当中 就可以把牙扣给它那个弄掉 但是我看这个 这个仪鬼这样子对吗 因为还没有刷牙以前 他就念咒 念完咒以后才刷牙 好像不太对 我们现代人起床 先洗脸 先刷牙 然后再做功课 这个才是对的 没有洗脸也没有刷牙 先做功课 做完功课以后 然后再刷牙再洗脸 也不好的 对不对 我觉得这样子是仪鬼刚好颠倒 这个我们以后啊 碰到不对的这个仪鬼 应该给它修正 修理修理 麻哈修理 要修理的 那我们现代人 就是先刷牙 先洗脸 你知道你们有那个 打电话的习惯啊 早上啊 你们清晨一醒 眼睛一张开来 你就想打电话 你那个嘴巴啊 还没有刷过牙的 这样老是碰了半天了 人家借你的电话 都闻到你嘴巴的味道 我记得有一次啊 我到一个同学家里去 我就用他的电话 只要他电话拿起来 一闻那个味道 啊 啊 很恶心的 一定要撒香水 撒撒撒撒撒 撒在那个电话桶上面 事实上我们早上起床的时候 一定要先刷牙 先洗脸 或者这个脸 跟刚刚睡过一个晚上 脸那个朦胧的样子 你说那个时候去念 这些咒语啊 共佛啊 其实是不太对的 所以应该要颠倒 先摇齿木 再念这个咒语 我刚才念了这个咒语啊 咒音是很好的哦 很标准的哦 他们的这个做法 在这个第一个做法上面来讲起来 一样的 先敬礼佛 再敬礼菩萨 再敬礼这个金刚空行 一样的 对不对 完全一样的 那么再来呢 他敬礼十方三四一切佛 像我们在这个提琴一样 他敬礼十方三四一念咒 然后把自己献供养 我们也要献供养啊 我们每一次在修法当中也要献供 然后发菩提心 这个发菩提心 跟我们发四无量心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四无量心就是说 这个给众生快乐 解决众生的苦恼 很欢喜的做这些事情 能够舍掉自己的身体 跟自己的实践 慈悲喜舍 这个就是发菩提心 就是四无量心密教里面的 教我们的四无量心 跟这个发菩提心 完全是一样的 那么要守护了 我们念 对不对 OMBORANZALI 就是金刚萨斗的另一个守护真言 OMBORANZALI 也是受守护 而他这边也有守护 最后也是一个守护 那么我们在修法当中的这个过程呢 我们征佛密法里面的仪轨 跟他这个仪轨 其实不偏离 只是他的我们的方式 跟他的方式 稍微有点不同 像我们做佛堪所应 好 这个是佛堪所应 也是供佛的吗 佛堪所应应头 哦 这样子下来 等于用佛堪所应 这样子是礼拜的 然后 这个敬礼所有佛菩萨 跟他们的所应完全一样 就是联花所应 联花开放的所应 佛堪呢 就把佛供在这个两所之间 联花呢 这个联花呢 这个联花就开放 对不对 然后 金刚合掌 就供用所有金刚护法的 我们也是敬礼佛 敬礼菩萨 敬礼金刚空行 虽然 虽然手应有所不同啊 他们的手应跟 我们现在传的手应有所不同 但是事实上是一样的 那我们有没有念咒语 他这边一个手应就是一个咒语啊 你们要加念咒语也可以 也是一个 我们也是用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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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Hom Om A Hom 这个 Om A Hom 其实是五方佛的 五方佛都包含在里面 这五方佛就等于十方三次一切佛是一样的 你知道这个Om就是宜咒 A 就是出生 佛 Hom 就是成就 这个Om A Hom 等于十方三次 宜咒当中啊 最伟大的 出现的 旧度的佛 成就一切西地 等于十方三次的 所以我们的真佛秘法里面的这些这个 啊 的修行的这个仪轨啊 跟西藏的 它本身修行仪轨其实是一样的 其中 只有一少少部分的大同 跟小异而已 那么它这里面有这个 Om Bedza 什么叫Bedza 应该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也不用问你们 经常谈到这个Bedza Bedza Bedza 两个字啊 以前我的师父就教我 我以前用Bedza 是用别 道别的别 炸 就是 炸油条的炸 叫Bedza 不是Pizza 炸油条 就来念成 O-Haw-Om-Pizza 哇 肚子饿了 哈哈哈哈 就是 Om-Bedza 它都有它的含义 每一个咒都有它的意思 我们讲的是 知会的意思 Bedza 就是知会 就是波叶 就是波叶 有人念波叶 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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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藏文来讲起来 就变成Bedza 那么这个就是 那个广东话 或者他们都讲 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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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变成波叶来了 那到台湾呢 就翻成 Bedza Bedza 就变成Bedza 这个音哦 是稍微差那一点 不过应该以Beza的为准 Beza 它这边是 用班字 班 班za 也是Beza的意思 Beza就是一个智慧的 那么我们念这个咒语 Om Beza Yibawaya Soha 这个是在做什么呢 说智慧的金刚 那个咒语里面 经常有这个赞颂的 前面大部分都是赞颂 七首归宿西地 这个都是赞颂的意思 都是有一种赞扬的意思 说啊 这个很智慧的 我们念那个金刚萨斗真言 短奏 Om Beza Sato A Hom 什么意思 宇宙之间啊 最伟大 最尊贵的 智慧的金刚Sato 它的西地啊 是圆满而成就的 它的净土是圆满而成就的 它最后的一个配日 Hom Pay 这个配日 消除掉所有一切的业障 这个配日 就消除掉